谢谢 谢谢再次拜托宴会大家 保持肃静 韩国联邦出声馆秩序 民进党立委再次出动手举牌 不满国民党团提案讨回党产 侠人数优势强行易读 至于白银八席 几百 几百传播民众党 放水 帮助不当党产 六位点人头批民众党表决当下全部消失 暗住蓝银保送成功 白银干事长吴春成 甚至还被抓包 根本躲在立院地下室当隐君子 我在立法院的合法吸引区 还被跟踪拍照围剿 这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谬 上帝朝外都能吵 毕竟不当党产条例 还只是前奏曲 下一个正常在21号复议案表决站 插六席才能过半的民进党 早早隔空喊话 就判策动蓝白六壮士 跟绿营站在同一阵线 希望民进党能够六君子 能够到我们这边来 蓝绿总招一个喊六壮士 一个炮六君子 只是表决前的反剑剂 还是一颗烟雾弹 目前民进党有可能有锁定 那几个人吗 你觉得我锁定会告诉你吗 我们希望蓝白能够有人 能够向宪法以及民意 来起义来回 柯总招又在做白日梦了吗 柯建民总招喊出这一句话 我觉得他非常的可爱 就是他觉得蓝白有机会 可以就是支持他的副意案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梦幻了 尽管复一案蓝白毫无悬念 能下人数优势直接挡下 但21号标决前蓝院会都要假动 以防绿营杀出陈酉金 突然递案杀个猝不及防 我们还是做完全准备 我们还是会做预防他们被割的一些动作 运势攻防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复以延长赛 再也就怕一步走错 全案覆没 金新闻众和报导